我們現在跟老師玩一下這個測驗題 首先第一種最常見的 這裡叫練習題 那練習題顧名思義 不是要考試嗎 所以呢 你可以怎麼樣 重複一直練習 一直要練習什麼 已經 老師已經過關為止 就是通過老師指定的那個門檻 抱歉啦 因為這個我已經過關了 我用另外一個 我用這個帳號進來 來 你們看一下 這裡 好 我這邊剛剛 如果老師剛剛已經加入我們這個群組了 下次不用再從這邊去加入 你就從左手邊有沒有一個群組 這群組跟課程左邊的這指的是你已經加入的 已經加入了 所以我就從這邊再進來就可以了 好 那進來就一樣到任務裡面 好 點進去 這測驗題 所以呢 老師可以指定說 啊 你的過關的門檻要達到多少 像我這一題我指定 一定要百分之百拿對 才可以過關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單元說明 好 單元說明 好 我了解了 開始測驗 啊 請問這幾隻叫什麼名 單選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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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老師怎麼都把答案不小心講出來 不能講啊 請你回答完之後按提交 好 這裡有一題 我先講一下這次所謂的練習題 就是一定要完全答對 萬一你沒有完全答對咧 比如說我隨便打啦 我隨便打一個 如果你答錯了會怎麼樣 回答標準嘛 再答 好 這是練習題 再來我們看這個 誒 這種的 一翻兩正年的 剛剛練習就讓你重複練習 這種就是只有一次機會 誒 一次機會 誒 問一下各位 舌頭上哪一種不是舌頭上感覺得到的 酸甜苦辣 鮮 鹹 鹹 沒有關係 老師自行回答 等一下我們一翻兩正年的就知道了 再來還有什麼 投票題 誒 投票題 投票題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一種 就是一翻兩正年的 一翻兩正年的 這個這一題也是好多 不要說老師啦 很多人都不會的 都會答錯的 我們YouTube在播放的時候 請問老師有沒有看過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影片的品質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數字月高代表影片 對 但是它到底是寬度高度 還是你覺得我會考就是 這樣一樣啦 好了 就按提交 再來再來 投票題 再來有一個塗鴉題 誒 塗鴉題不一樣喔 問一下老師 胃貴癢都聽過對不對 幽門趕去 到底哪裡是幽門 胃有兩個門啊 胃有兩個門啊 一個是進來 一個是出去啊 到底是上面還是下面 還是隨便找一個洞 那怎麼辦 誒 老師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 我們好像剛剛有這種東西 用畫 那人家規定說一定要單選題 對不對 不要每次都用單選題 考同學 這樣他會用猜的 這個 會就會 不會就不會對不對 你是這裡 還是這裡 你就圈起來 你還可以自己看一下 你當初怎麼畫的 這樣了解齁 所以如果好了 一樣按提交在這裡 好 再提交 所以有沒有發現 觀眾有很多不同的測驗的方法 其實我們不要講說測驗 我們的目的是要讓他比較多元 他可以比較好玩 好 那再來 影片題 這個應該是老師最喜歡 想要用的一種 因為我們看電視 有沒有常常 題目就在影片中 有沒有 我這裡有寫 題目會在什麼時候出現 我現在是設在這裡 三分十四秒 所以我們看一下 來 如果影片開始播了 反正 我先問一下老師 老師上課你有沒有播過影片 像這種比如說影片給你的同學看 如果你要考同學 你會怎麼說 暫停 自己記住那個時間 沒錯吧 萬一你自己都忘記了 人家就看到再說 這裡不用 同學自己看的時候 他題目到那個時間 就會自動跳出來 影片會自動暫停 因為每個人看的速度不一樣啊 對不對 A啊 三分十四來 來看看 三分十四 我就前面一點點 好 到這邊 這裡有一個題 有沒有 他要說 有沒有跳出來 老師就不用自己在那邊注意說 啊 到底時間搞不了 時間搞不了 他如果答錯了 你應該知道會怎樣嘛 叫他再試試看 只有過關才可以繼續看 請問一個影片裡面可以輸多少題 隨便你啦 但是不要考太多題 十分鐘考二十題 同學涼紅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 老師有沒有覺得比較有意思一點 跟平常可能我們比較 傳統的這種考試比較不一樣 那另外這邊啊 還有什麼 這兩個方式的待會再來講 請老師現在玩前面幾個這種測驗題 來 畫面還給老師